本视频由Y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 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子实验室 我是歪叔 刚入秋 虽然天气慢慢变凉快了一些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蚊子却比剩下时候更加猖狂了 特别烦 蚊子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应该就是一只会飞的小黑虫子 很少有人会无聊到去观察过 蚊子到底长什么样 当然这种无聊的事 还是会有人去做的 比如我 今天我们就来抓一只蚊子 放到显微镜下面 来看看蚊子的真面目 这是一只白蚊衣蚊 俗称花蚊子 它的特征是身上和腿上 有白色的斑蚊 这种蚊子体型虽然不算大 但攻击性非常强 最可怕的是 它可以传播很多边缘体 蚊子属于双翅目昆虫 双翅目顾名思义 它们只有两个翅膀 后翅退化成了一对棒锤状的器官 在飞行时用以保持平衡 首先我们先来看它的作案工具 这是它的刺激式口气 又黑又长 看上去就非常锋利 被这东西来上一针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吧 接下来是蚊子的头部 眼睛非常大 有许多像素点组成一个副眼 有点像苍蝇的眼睛 两根触须毛茸茸的 接下来是胸部 为了飞行 胸肌锻炼得非常发达 身上透着金属光泽 有一些类似鳞片的东西 看上去有点脏兮兮的 没有什么美感 甚至有点恶心 接下来是蚊子的翅膀 也有一层金属光泽 外加鳞片 我们在拍死蚊子的时候 往往会在手上留下一些黑乎乎的粉末 其实就是这些鳞片念在了手上 这是蚊子的腿 可以明显看出黑白上肩的蚊肉 接下来我们把蚊子侧过来 可以看到蚊子的身体微微有些驼背 胸部非常宽大厚实 头很小 身上的金属光泽更加明显了 嗯?这是什么? 相信有人肯定认识 没错 它就是蚊子的幼虫 叫做杰绝 蚊子是完全变态昆虫 对的 你没听错 蚊子就是个变态 所谓完全变态 就是经历幼虫 勇 最后羽化成成虫 三个阶段的形态完全不一样 现在你们眼前这个家伙 能把它跟蚊子联系在一起吗? 跟蚊子完全不一样吧 以后我会详细介绍一下 关于昆虫的变态 蚊子的幼虫 结绝 通常生活在河里 水沟里 它们的生命力非常强 只要吃一些腐败的有机物 就能生存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明明家里已经装了纱窗 蚊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大部分蚊子 都是从你家里的水源里长大的 下水道里经常有水把 甚至阳台上的瓶瓶罐罐 只要有一点水 蚊子幼虫就能在几周 甚至几天内迅速长大 羽化成蚊子 所以要灭蚊 除了装纱窗 做好一般的防护以外 最重要的是 检查家里的一切能蓄水的地方 尽量把水倒干净 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那就是下水道 下水道通常是一个U型结构 在U型的底部 常年会积压着一层水 以防止下水道里的味道往外泄露 这种地方 就是蚊子幼虫最好的成长场所了 像马桶等经常冲水的地方还好 会把蚊子幼虫冲下去 但像厨房间 卫生间的地漏 不会每天冲水 所以你家的蚊子 就是从这里大量繁殖出来的 把U型结构里的水抽干 就会让下水道里的臭气泄露出来 不抽干又会滋生蚊子幼虫 那我们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呢? 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丢点药进去就行了 随便什么药 练蚊香叶 蟑螂玩什么的 甚至挤一点蟑螂药进去 都能有效三面蚊子幼虫 说了这么多废话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